你看咱们现在社会啊 有人攒钱买了一个prada的包 背在身上觉得非常非常好 有些人攒钱呢 买了一条爱马仕的皮带 系在腰上觉得倍美 穿西装还专门敞着 还把那个A字型露出来 是不是 但是啊 我告诉你 人家有人跑到爱马仕去 买了条秋裤穿 你说这样的人 是不是才真是有钱 就有这样的古人呢 他叫顽固子弟 这个词咱们不陌生啊 但是你要深究这个顽固 到底是什么意思 咱来说一说啊 就是穿prada爱马仕秋裤的子弟 怎么讲呢 你看这个顽啊 角色旁它是什么意思呢 有一首诗叫 奇顽未足人间贵 一曲灵歌迪万金 这首诗执意就是 哎呀那些个妖艳贱货们 他们哪怕穿上奇国 就是山东那个地儿吧 出产的名贵的丝绸 他们也没有你珍贵 你唱的这首歌 才是能迪万金的 所以你发现了没有 奇顽是当时最最珍贵的 衣服材料的代表啊 对吧 这个顽你记住了啊 那是丝织品很珍贵的意思 那裤是啥意思呢 裤就是裤 就是对吧 就和你穿的那个裤子 是一样的 它只不过古代嘛 那个字的写法很多很多 那你说穿一条 人家丝织品的名贵的裤子 那怎么着 我还攒钱买条Levis穿呢 咋咋念 我都一直不知道Levis Levis什么 反正那个意思吧 就显得很时尚 显得很帅气 不行吗 你要想清楚啊 古人的裤子 和咱们的裤子 是不一样的 你穿条裤子 能显得你很帅气 这个裤型很好 什么挡着你的萝卜腿 什么样 修饰腿型的 古人他穿长袍 他的裤子 实际上就是和咱的秋裤 什么性质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一般来讲 你想想 你穿条裤子 人家都要搞个 玩这种材料 是不是到普拉达 不是到爱马仕 买了条秋裤穿的子弟 就叫玩裤子弟 喵